Hello 小朋友们 今天又是我们的课文环节了 今天要学习的课文是猜字迷 那我就是你们的方唐老师了 和之前一样 先来了解一下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三个案 第一个 会认会写 本课重点生字 认识柚子旁 还有两点水 这两个偏旁是要学习的重点 以及第二点 能够根据迷面以及汉字的特点 猜出谜底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节课的课文叫猜字迷哟 也就是根据迷面一些语言去猜出对应的字 所以这个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巩固清字组的汉字 第三点 通过字迷学习 进一步的了解合体字和形生字的构字规律 上节课我们简单提了一下形生字和合体字 这节课再把它巩固一下 好了 话不多说 一起来识字吧 首先要求写的第一个字 它就读作字 拍手跟我一起读字字字 识字的字 生字的字 诶 很好 上下结构上半部分它是一个什么呀 宝盖头 宝盖头呢 它和房屋建筑相关 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家里有了一个孩子 那请问家里有了孩子我能不能让他天天去玩呀 肯定不行 对吧 我要让他学习 让他识字 因此呢 最开始的他还有着教育的意思 现在呢 主要作为生字 识字的字 汉字的字去使用 一起读一下吧 生字 生字 就是陌生的字 读一读 我认识许多生字 我认识许多生字 嗯 给你们竖起大拇指啊 这是字 接下来一起来写一下吧 手指伸出来啊 一笔点 二笔点 三笔横钩 四笔横撇 五笔竖钩 六笔横 好 连着一起写一下 预备 点 点 横钩 横撇 竖钩 横 这是汉字的字 识字的字 生字的字 把盖头下面一个子 下面这个字读作自我 左 左边的左 左手的左 它呢 可以咔嚓叉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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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开啊 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右下角是一个什么字呀 公字 对吧 那说到左 你们知道哪边是左边吗 伸出小手 你的左手是哪只手 对于大家来说啊 老师跟你们是镜像的啊 我这边呢 应该是你们的左边 对吧 我这边呢 应该是你们的右边 你们也可以自己比划一下 好 请伸出你的左手 哪只手呀 没问题啊 左手是我现在背过去啊 是这只手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左 那左可以组词 左边 左手 一起来看这里 左手 左手 他左手拿着一本书 一起来写一下吧 横 竖 竖 横啊 无比写成一个左字 好 紧接着下面这个 有左就有什么呀 哎 就有右嘛 对吧 来一起读一下 右右右 右右右 拿剪刀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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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剪开 它也是半包围结构的 那右下角是一个什么字 口字 好 请伸出你们的右手 哎 你们的右边应该是这边 对吧 好 一起跟我一起读一下 右边的右 右手的右 好 这里给大家组了一个词 叫做右边 看一看这幅图片 商场的大门的右边是收银台 哎 对吧 是在这边吗 是吧 这是收银台 是在整幅图片的右边的 好了 一起来试着写一下吧 金手指准备 嘿 伸出手指 一笔横 二笔撇 三笔竖 四笔横折 五笔横 连着一起啊 预拜 横 撇 竖 横折 横 这是右 右手的右 右边的右 好 下面这个字 读一下 赫 横 红 赫 横 红 拍手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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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红 红色的红 好了 那么红我可以拿剪刀 叉叉叉 给它剪开啊 它是左右结构的 那 左半边它是 角丝旁啊 角丝旁的汉字和什么相关呢 想一下 角丝 角丝 它呀 是和丝制品相关的 其实呢 就是用针 用线 用丝 去做成的一些布皮啊 往往它就是角丝旁的 那 红呢 它其实最开始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啊 就是像红花一样的颜色 因为在古代来说啊 像染红色呀 蓝色呀 这些颜色 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它呢 也是古代常用的一种颜色 所以跟老师一起读 红红红 红花的红 接着跟老师读句子啊 母亲节到了 我送给妈妈一朵红花 好 来 现在假装自己拿了一束红花 一朵红花 来 送给自己 背在自己的胸口啊 一朵小红花 因为老师觉得大家都做得非常棒 好 那么一起来写一下吧 先写这个角丝旁啊 角丝旁 一笔 撇折 二笔 撇折 三笔 提 接下来写右边的弓啊 五四笔 横 五笔 树 六笔 横 好 连这一期写一下 撇折 撇折 提 横 树 横 这是红字 红花的红 红色的红 红旗的红 都是这个红 好了 下面这个字 跟老师一起读 时时时 时间的时 拿起剪刀 咔叉咔叉咔叉叉 哎 依旧是可以把它分成左右两半边 那 左半部分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子旁 是和太阳有关的 为什么时字 它会和太阳有关呢 因为古人他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像现在我们啊有这个手机 有这个电子表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古人通过什么判断时间呢 其实就根据天上太阳的位置 东方啊升起了太阳 刚刚升起时 古人就知道了啊 这是早晨 那么当太阳高高挂在天空的时候啊 古人知道 哦 这现在应该是中午 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傍晚啊 人们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去判断时间的 因此时 它是左右结构的日子旁 好了 这里给大家组了一个词 时间 时间 一起读一下啊 我们要珍惜时间 说到珍惜时间啊 其实大家应该啊 慢慢要学习一些和珍惜时间相关的一些谚语了 对吧 比如 少装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啊 这其实都是和珍惜时间有关的一些句子 好了 一起来写一下吧 紧手指准备 嘿 手指伸出来啊 一笔树 二笔横折 三笔横 四笔横 哎 先写日子旁 五笔横 六笔树钩 七笔点 好 连着一起啊 准备 树 横 折 横 横 横 树钩 点 这是时间的时 还有这个即时的时 时候的时 都是这个时 下一个字 拍手一起读 动动动 运动的动 好 把动字剪开 咯吱吱咯吱 剪成了什么呀 左右两部分嘛 对吧 那么左半边是一个什么字呀 云字 右半边是什么字呀 力气的力 力量的力 所以动呢 其实最开始指的就是 一个人用了很大的力气 使得东西像云朵一样 发生了移动 最开始是移动的意思 那这里呢 也给大家组了一个词语 跟老师一起读 运动 运动 好 现在请你们使出很大的力气 把这个东西移动过去 移动 移动 好 接下来做做运动 运动 运动 好 看一下这里啊 这里的小朋友们在干什么呀 在踢足球 和我一起读一下句子 他非常喜欢运动 并且坚持了很多年 收起大拇指啊 生命在于运动 一起来写一下吧 金手指准备 嘿 一笔横 二笔横 手指画一下 三笔一撇折 四笔点 五笔一横折勾 六笔一撇 好 连着一起啊 预备 横 横 横 撇 撇 点 横 折勾 撇 这是运动的动 好了 下一句 下一个词啊 这个 万 万 拍手跟我一起读 万万万 万呢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用到 对吧 比如说我们数字的时候啊 各十百千万 它可以表示比较大的数量 那与此同时 因为万它确实数量相对来说是大一些的 所以还可以用来表示极度的意思啊 比如说什么千恩万谢 它就代表了什么千言万语 就代表了有很多很多的话啊 有很多很多的语言 想要去跟你说 它代表了极度 程度非常多的意思 好 那么这里呢 也给大家组了一个词 跟老师一起读千万 千万 看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呀 过马路 那过马路的时候要怎么样 哎 要小心 能不能一点小心 哎 不能啊 要很多很多小心 那我们就可以说千万小心 好 看这里啊 过马路千万要注意安全 嗯 没问题啊 这个句子说的非常好 一起来写一下吧 金手指准备 嘿 手指伸出来啊 准备 一笔横 二笔横折勾 三笔撇 好 连着一起啊 横 横折勾 撇 哎 说到这个万 我怎么觉得和之前学的一个字 有点像呀 哎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判断出来啊 还记不记得 我给他加个点 它是什么字 啊 这不就是方唐老师的方字吗 对吧 把方上面的点去掉 就是我们的什么字了 万字 最后再读一下万万万 好了 那么这节课要求写的字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字呢 需要大家学会认 来看一下第一个字 跟我读 香香香 拿剪刀 咔嚓嚓 给它剪开 依旧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什么旁呀 木字旁啊 和数目相关 相呢 其实最开始 它代表的是相顾的意思 那么我相互信任 我们彼此相 彼此信任啊 就可以说叫做相信 跟我一起读 相信 相信 好 看一下 奶奶坐在这里 她在想什么呢 看看句子啊 奶奶相信我能克服一切困难 自己读 哎 非常棒 老师相信小朋友们啊 也一定会认真听讲 好好学习的 这是相信的 相 相互的 相 再看下一个字 读一下 玉玉玉 直接读啊 整天读音节 现在拿出小手 把它剪开 咔嚓咔嚓咔嚓 哎 我们会发现 剪的时候 围了两边 对吧 那像这种围两边 围三边的 就是半包围结构了 我圈出来的这个偏旁步手 叫做走 之 跟我一起读一下 走 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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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之和什么相关呀 爱是和路程行走相关的 遇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两个小人走呀走 走呀走 走呀走 哎 他们遇见了彼此啊 这就是遇 最开始的意思了 跟我一起读 偶遇 偶遇 遇见 遇见 好 看一下这个句子吧 我在街上偶遇到老同学 嗯 什么是偶遇呢 其实就是啊 你之前没有想到 一定要跟他见面 结果 在这街上啊 走着走着 突然间看到他了 很偶然的遇到了 我们就可以说偶遇啊 半包围结构 走之 好 下一个字 读一下 喜 笑起来 喜喜喜 哎 为什么老师让你们笑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喜这个字啊 它最下面是什么呀 最下面是一个嘴巴 对不对 那中间这个部分 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一个人在敲鼓 看 这像不像他的两个小鼓唇 哎 这像不像这个人 对不对 在敲这个鼓面啊 这个喜非常有意思 它最开始指的就是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人们非常的开心 通过敲鼓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啊 好 跟老师一起看一下吧 喜悦 喜悦 嗯 看这幅图啊 感觉是过年了 在放烟花 大家都很开心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喜悦的心情 特别棒啊 喜悦的喜 喜欢的喜 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 那么紧接着下一个啊 刚才说了喜欢 这欢字就出现了 预备读 欢欢 喜欢的欢 那小姐们把它剪开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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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是左右结构的 那左右结构什么旁呀 哎 很好啊 左右结构 右字旁 我们之前在讲双的时候 其实简单的说过啊 这个右字旁 还记不记得 哎 它和什么有关 它和手是有关的 那欢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代表一个人在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样笑起来 是不是觉得不太好看呀 对吧 尤其是小女生 所以我们笑的时候会怎么样 哎 会吧 用手把嘴巴捂住 哈哈哈哈 这其实就是欢最开始的意思啊 代表很开心的意思 好 跟老师一起读 喜欢 喜欢 嗯 看这里 哇 有好多水果呀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说明我怎么水果 喜欢吃水果 好 一起读一下 我很喜欢吃水果 嗯 没问题啊 欢字解锁成功 右字旁和手相关 下一个 怕 怕怕怕 嗯 对吧 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害怕的害 还记不记得害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哎 害啊 指的是我在房间里 是不是乱七八糟的 说一些 嗯 胡乱说一些话啊 结果对我造成了伤害啊 这是害的意思 那怕呢 我们会发现 依旧可以拿小剪刀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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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剪开 是左右结构的 左右结构这半部分啊 和心情的情一样 都是树心旁 是和心理活动相关的 一般到了黑夜的时候啊 夜深人静 父母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外面又在 哭嚓嚓嚓 打雷 我就会非常的怎么样 害怕 那害怕的时候 我的脑袋空空 哎 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 它的右半边 是一个白字啊 代表 太害怕了啊 我的脑子里 什么都想不了了啊 是一片空白的意思 好了 一起读一下吧 害怕 害怕 嗯 一个人走夜路 有些害怕 好了 这是我们的怕字啊 下一个 读一下 公公 拍手读 公公公 进攻的攻 攻击的攻 好了 那么攻呢 它也可以 咔嚓咔嚓 分成左右两部分 对吧 这半边呢 是一个公字 那这半部分的结构啊 可能小朋友们 相对来说 比较陌生一些啊 叫做反文 那反文和什么相关呢 反文呢 它其实是和 拿着木头 轻轻敲打相关的啊 比如我们经常会说 放木啊 放木的木字当中 就有反文 人们在过去 驱赶牛群的时候啊 这牛不会 你让它去哪 它去哪 那这时候就要靠什么呢 就要靠小棍子 是吧 打它屁股 响响响 它就会到 不同的位置去啊 那么弓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里面有反文 代表啊 和武器相关 就指的是 当别人啊 来攻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拿起武器 攻击回去 反击回去 这是弓的意思 来 跟老师一起读 攻击 攻击 嗯 很好啊 注意这个攻击啊 看清楚人家的弓字 可不是咯咯咯 那个攻击 好了 来看这里 洪水向村庄 发起了攻击 没问题啊 攻击的攻字 好了 下一个 言 跟我读 言言言 语言的言 言语的言 好了 那么 言字当中呢 其实也有大家熟悉的部分 下面这个是什么呀 口字 其实就代表了 说的话的意思啊 这是言最开始的意思 那 这里给大家组了个词 叫做 语言 看看 现在老师在干什么呀 哎 老师在讲课 老师用什么去讲课呀 哎 用嘴巴说话去讲课 对吧 老师讲课讲得很好 我们听得很认真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他用生动的语言 给孩子们讲故事 哎 非常好啊 这是语言的言 底下是口 适合说话 嘴巴相关的 好 下一个 读一下 呼呼呼 呼呼 这个呼字像什么呀 孩子们伸出你们的小手 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你们觉得像不像这个动作 哎 还是挺像的 对不对 所以呼呢 其实最开始指的就是 两个人 人们之间互相帮助 哎 你拉我一把 我拉你一把的意思啊 这是互 相互的互 互相的互 互助的互 两个人之间互相帮忙 就是这个互 好 跟老师读 互相 互相 好 看看这幅图啊 这个句子 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哎 我们要互相帮助彼此 这是互这个字啊 像两个手 手拉着手这样的样子啊 一个手在上 一个手在下 好 再手读令令令 命令的令 看看这是谁啊 哎 感觉像是古代的皇帝 是不是 他会下一些命令 那么这些管理者 他们所下达的命令 我们就要去做 对吧 这是令字 好了 一起来读一下吧 命令 命令 大臣们不敢违背 君王的命令 哎 过去你要违背君王的命令的话 可能啊 是要遭到一些伤害的啊 这是命令的令 好 接下来 哎 这个字刚刚讲过的 什么字呀 动 对吧 我们刚才讲动的时候呢 主要说的是运动和移动 那这里还给大家组了一个词 叫做感动 一起读 感动 感动 看一下这个感 它的底下啊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结构呀 什么字 心字 虽然有点小 但是也能看出来啊 它是心字 是和心情相关的 感动呢 其实就是一种心情了 好了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听了这些故事 我深受感动 嗯 这是感动的动啊 还可以这么组词 好 这个呢 刚才说了 是不是啊 读做万啊 有时呢 代表了数字很多 有时候呢 也代表了极致的意思 好 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词 万一 万一 看看 干啥呢 下雨呢 对吧 尤其到了这夏天 还有秋天 雨水相对来说 比较多的时候啊 可能对于北方来说 夏天还有梅雨季节 于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时不时的需要拿伞 对吧 背着一个伞 看天气预报啊 以防万一下雨了 所以这里跟老师读一下 出门 出门 记得带伞 以防万一 好 这是万一的万 接下来 纯 开手读 纯纯纯 来 纯这个结构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字的时候 说到过啊 我往底下写一点 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字 这是什么字呀 红 对不对啊 它是咯吱吱 可以简成左右两部分的 左半边 角丝旁 代表和丝制品相关 我们刚才说红色啊 是人们染出来的颜色 那么这蚕啊 它在吐丝 人们用最开始残土的这个丝啊 去织的东西呢 往往啊 大部分的东西是白色的 人们觉得白色是非常纯洁的一种颜色啊 这是纯最开始的意思 好 跟我一起读 纯纯纯 纯洁的纯 好 纯净的纯 来 看看这里的句子 妹妹的眼睛 如泉水般清亮纯净 哎 就是说妹妹很天真的意思啊 说她的眼睛如泉水一般 清亮纯净啊 没有被这个垃圾 没有被这个坏的东西所污染啊 这叫做纯净 脚丝旁 好 紧接着 净 拍手读 净净净 干净的净 哎 刚才说了纯净 那么这个字还可以组词干净 把它 左右剪开 左半部分是 凉点水 凉点水呢 也是这节课要学的一种偏旁啊 我们要重点讲的偏旁部首 首先 凉点水 凉点水 它叫凉点水 它肯定和什么有关啊 和水有关 对吧 所以它一部分意思呢 其实和三点水有点接近 三点水呢 它是基本和水有关 而两点水呢 它有时和水有关 有时还和什么相关呢 还和寒冷相关啊 比如说我们学的冷字 或者冻字 冷冻的冻 寒冷的冷 它也是两点水的 是和温度低相关的 好了 一起读一下吧 干净 干净 观察一下 这些工人 是不是他们在干什么呢 一下有句子啊 他们把街道打扫得很干净 没问题啊 这就是我们的镜子了 好了 今天十字的部分到此结束 重点来看一下两个偏旁部首啊 一个是什么呀 欢的偏旁部首是 柚子旁吗 我们刚才说了 用手把嘴巴捂住啊 不能让别人感觉 看到我的大门牙了 是不是 这样看上去太不雅观了 虽然我很开心 好了啊 这是欢 柚子旁和手相关 那镜呢 刚刚才讲过 对吧 两点水 有时呢 是和水相关的 有时呢 则是和寒冷相关的啊 这是两点水和柚子旁 准备跟我一起读 柚子旁 柚子旁 两点水 两点水 嗯 没问题 这是对应的汉字结构 好了 那么这节课同样呢 有多音字啊 就是这个香字 两个读音 我们要重点学习 先读上面的 香香香 香信的香 香香香 相声的相 看过相声吗 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啊 还有一些节目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人在说香声 是吧 两个人在说话 还有一个人说的 叫单口香声 还有好多人说的啊 叫多口香声 这也是中国历史当中的啊 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好 再来读一遍 香信的香 香声的香 嗯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多音字 好了 那么对应的词语呢 哦 这节课就有点多了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分别是什么意思 首先 香遇 它其实指的就是相互遇见 遇到的意思啊 就是相遇 我走在路上 哎 两个彼此遇见了 我就可以说 我和你相遇了 好 这里 尊重 哎 它其实就是尊敬尽重的意思 比如我们经常会说 要尊重老师 是不是啊 要尊重爸爸妈妈 尊重爷爷奶奶 尊敬尽重 好 接下来 喜欢 刚才也学了这个词 对人或者对事物有好感 或者感兴趣啊 就叫做喜欢 哎 我觉得你很好 我很喜欢你 紧接着 即时雨 雨呢 其实就是下雨 即时代表这场雨 来的恰到时候 很好啊 再来晚一点 庄稼可能就枯萎了 我刚遇到困难 我刚渴水就来了啊 就叫做即时雨 只农作物需要水时 就即时的下的雨 就叫做即时雨 好了 接下来 互相 表示彼此同样对待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 互相的互啊 是两个人嘛 对吧 手拉着手 所以有你有我 彼此平等对待啊 叫做互相 比如我们互相尊重 也就是 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好 下一个 感动 刚才说了啊 感动的感 心字笔和心情有关 他表示 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而很激动 引起同情或者羡慕啊 这就叫做感动 好了 我们把它简单记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的意思 对吧 我很激动啊 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我很感动啊 比如说看了一个动画片 这动画片的情节 讲了妈妈对于孩子的爱 哎呀 我一下就想到我的妈妈 对于我的爱了 我就可以说看到动画片 我很感动啊 好了 词语的部分 还有啊 令人 令人呢 其实就是使人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了命令嘛 对吧 令 在这里其实就是叫你去做某件事情 使人的意思 好 接下来 纯净 纯净 纯 我们刚才说了啊 是不含杂志的意思 净是干净的意思 因此 因此纯净 其实指的就是不含杂志 单纯 捷净 就叫做纯净 下一个 透明 指的是物体能够透过光线的 就叫透明 比如你们家的水杯 还有你们家的玻璃啊 透过玻璃 你依旧能够看到 你家的这个窗户啊 通过窗户 我依旧能看到外面的事情 那这窗户啊 就是透明的 你能透过你们家的墙 看到邻居家在干什么吗 肯定看不到啊 因为它是不透明的 对吧 好了 这是透明 那么 在学习这些课的课文之前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字迷是什么 刚才呢 学了字啊 这个汉字 那字迷 它指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是一种游戏 也是汉民族特有的一种 语言文化现象 这种谜语的编写 或者是利用了汉字的造字规律 我们说了啊 汉语在造字的时候 它并不是平白无故造出来的 是有对应的汉字结构的 偏旁部首 还有对应每个部首的意思 以及声音 字迷正好是运用了这种规律啊 定用了字的形 音 意 某一方面的特点 显得有趣味 同时又有知识内涵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字的话 那这个字迷你肯定猜不出来 对吧 所以当你能猜出很多字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啊 你的识字量肯定是比较好的 另外啊 你对这个汉字结构是比较熟悉的 脑子转的比较快 才能猜出这个汉字的字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课文当中 究竟藏了哪些字 先看第一个 邓老师一起读一下 左边绿 左边绿 右边红 左右相遇起凉风 绿的喜欢及时雨 红的最怕水来攻 读完了 猜出这个字是什么了吗 别着急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左边绿 右边红 也就是 左边这个字啊 对应的东西 它应该是绿色的 那什么是绿色的呀 小草和苗就是绿色的 对吧 那 右边红 红的东西往往什么是红的 红花火苗都是红的 对吧 那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左边和右边 它可能和什么相关 除此之外 有左有右 它肯定就是左右结构的汉字了 而不是上下结构的汉字 嗯 从这句里面知道了这些信息 接下来 左右相遇起凉风 风是凉的 哪个季节的风是凉的呀 什么样的风是凉的啊 夏天的风会是凉的吗 哎 不会 对吧 那有可能是哪个季节的 我想说冬天 冬天啊 就是冷风了 就不能说凉风了啊 有可能 感觉像是秋风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在这一句当中 提取到的信息 接下来 绿的喜欢及时雨 哎 孩子们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呀 这个绿的有可能是植物 那植物喜不喜欢下雨 哎 刚才在学和苗啊 说及时雨的时候讲了 对吧 及时雨指的就是啊 在和苗 古墓需要雨的时候 雨水就下下来 那说明 再也不证明了 它有可能和植物相关 那 红的最怕水 来公 它怕水 什么怕水 火 怕水吗 对不对 绿的喜欢雨水 也许是植物 红的怕水 也许是火 好了 根据这些信息 绿色左右结构 喜欢雨 红色 怕火 连起来 河苗的河家伙 他就是刚才吹凉风的那个什么呀 秋 啊 有没有小朋友猜出来的 好了啊 秋天的秋的字迷成功据到了 接下来 再来看第二个字迷啊 先来读一下 言来互相尊重 心智令人感动 日出万里无云 水到纯净透明 这又是什么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言 心 日 水 都加了个引号 那对应的这个字的各个部分 有可能啊 是这个字加了这些部分 加了这些偏旁之后 组成了新的字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言加什么等于尊重呢 我们一般在说话的时候 说一个什么字 代表了我很尊重你 哎 很好啊 说了加了个请字 对吧 一般请 我请你干什么 代表了我很尊重你 那心加什么等于感动呢 我一般说和心灵 和心情相关的 哎 好像情字是和心情相关的啊 好 紧接着啊 日加什么等于无云 哎 上节课讲了 天气很晴朗 晴好像表示的是无云 那应该是日加了个青字 对吧 紧接着 水加什么等于透明 哦 我们说湖水很清澈的时候 说它是透明的 哎 好像也是 清加了个三点水 哎 嗨 这些不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字族吗 清自足 对不对 那对应的 这个是请 这个是请 这个是晴朗的请 接下来呢 是清水的净 所以最终的汉字啊 应该是什么字 应该就是清草的心字 加了 加了不同的篇档 组成了不同的新的字啊 非常的有意思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有水 有水可养鱼虾 有土可种庄稼 有人不是你我 有马可行天下 哎 超级优秀 好 我们来试着想一下 先看第一个 有水可养鱼虾 一般我们在鱼虾 会在哪里见到鱼虾 池塘嘛 对吧 我们在池塘里会见到鱼虾 哎 池字 好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啊 有土可种庄稼 我们在哪里种庄稼 在地里种江种庄稼嘛 所以提土旁 哎 应该是这个 有人不是你我 天地人你我他 哎 对啊 应该是他对吧 单人旁这个 好 紧接着 有马可行天下 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 比较陌生啊 有马可行天下 那过去人们是坐马车的 奔驰的驰 哎呀 这几个字里面都有哪个呀 哎 都有也字 对吧 所以谜底啊 就是这个也 也是通过偏旁步手推测出来的 好了 那么这节课的课文 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 总结一下 通过本课的学习 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 合体字和形声字的构字 规律 哎 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 也字自足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偏旁 组成新的字 后后我们也要注意去积累更多的汉字 试着自己写写自足 好 那紧接着 几道细题啊 来看第一题 连一连 组成词语 这边 红 石 左 右半边 手 其 尖 那红我可以说红什么呀 红手 行不行 有点奇怪 红尖 行不行 没听说过这个词呀 那就是生什么了 红其 对吧 可以用排除法 同时呢 也是考察小朋友们对词语的积累啊 红其 时间 左 手 好了 看这里 本题考察重点字的组词 识字组词 正确认读所给的汉字 然后根据所学的知识 去把它连起来就可以吧 好 接下来这个字啊 像每回每节课的这种习题的部分啊 你们就可以先按暂停 试着自己做一下啊 那这里老师直接带着你们来读 给下面的多音字 读音 诶 根据它的意思去读音 每到金秋时节 我们一家人都要去 嗯 铜的地方照 嗯 留下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好 这个字是两个读音 对吧 可以读香 也可以读象 那什么铜呀 香铜嘛 对吧 照什么呀 照相嘛 这其实考察的 那就是多音字的认读啊 和积累 好了 看一下考点 本题考察 多音字 这个字 有相和相 两种读音 那么 当它表示相貌 物体外观的时候呢 读作相 而表示相互的时候 交互的时候 行为动作 由双方来做的时候 它读作相 注意 不同的读音 它的意思 也是不一样的 好了 那么 恭喜大家 这节课的内容 已经全部解锁了 我们下期课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